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为出现更多抵抗阵线铺平道路 报导指伊朗的最高领袖哈密内衣 已经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 以实习报复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首次发声说过去几几天 以色列对伊朗代理人 发动了毁灭性打击 包括哈马斯和珍珠党 美国就声称对哈密亚的死讯 是毫不知情 并称和平谈判应该继续 中方是坚决反对 并强烈谴责暗杀行为 称这是对和平努力的公然破坏 整个中东再次充斥着 去年10月7号以来 即将到来全面战争的恐怖气氛 而讽刺的一点在于 尽管各方都声称 不希望爆发全面战争 但是现实却是离它越来越近 今晚的凤凰群群群连线 德海兰现场 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 向带来伊朗方面的最新反应 还有德海兰大学副校长 Siyad Mohamed Mirandi 马兰迪 在华盛顿现场 我们有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 王宾如带来美国方面的反应 在上海现场 还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张楚楚 一起来连线解读 伊朗称 报复行动已经建在弦上 会如何动作 怒火蔓延的中东 全面战争是否是一触即发 我们首先来看张冲的主动报道 帕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预期身亡的余波仍在中东震荡难平 当地时间一号 哈尼亚遗体告别仪式在德海兰大学举行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席仪式并主持祈祷 伊朗政府此前也已宣布 为哈尼亚遇害全国哀悼三天 并谴责失袭出于政治目的 为扰乱伊朗新政府工作 更有美媒引述匿名伊朗官员消息称 哈梅内伊已经下令 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示报复 具体行动将可能使用无人机和导弹 联合打击以色列军事目标 消息属实与否 中东局势陡然升级 恐怕都已是迫在为节 哈马斯方面还表示 有目击者证实 一枚导弹击中了哈尼亚所在的房间 事故现场因导弹爆炸被毁 中东地区能有如此手段失袭的势力 怕是屈指可数 尽管以色列方面仍未承认 与哈尼亚之死有关 但反乙示威已在中东多地爆发 上街游行示威的巴勒斯坦民众 更是在约旦河西安地区 和乙军爆发小规模冲突 有消息就称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 已向政府高官发布加强安全指导方针 以军一号则发布消息 确认7月13号在加沙地带 炸死哈马斯军事部门首领戴夫 有分析就指 以色列近期所言所行 均展现出强硬立场 这或许说明内塔尼亚湖政府 对停火谈判并无兴趣 联合国安理会7月31号 便就哈尼亚在伊朗被暗杀 召开紧急会议 呼吁各方通过外交努力 寻求通往地区和平的稳定道路 中方也表态称 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暗杀 这是对和平努力的公然破坏 而美方代表 在会上极力撇清美国与哈尼亚 预袭有关联的同时 白宫方面也表态称 停火谈判仍然值得推进 然而知意行难 日后推进和谈的首要事项 或许要变成禁止一方 暗杀另一方谈判人员 誓言报复 伊朗将如何回击 态度强硬 以色列着手备战 怒火蔓延 中东局势何去从 运筹帷幄 截至本地时间1号 晚8点 Google News的热搜显示 有关哈尼亚被暗杀的相关消息 受到全球各地媒体关注 黎巴嫩头条的热搜显示 是哈尼亚在伊朗遇刺 将有何反应 排在第二位的是 郑主党领袖的葬礼举行 排在第三位的是 以色列警告郑主党 针对平民旧事意味着战争 而美国媒体热搜 则是聚焦特朗普攻击 哈里斯的种族身份 紧随起后的是伊朗领导人 下令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911恐怖分子 达成认罪协议 排在第三位 我们再来看 中国香港媒体热搜第一是白宫称 涉及哈尼亚被杀的报道 是无助于事态降温 而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 都是奥运新闻 好 我们首先有请在德克兰的李瑞 李瑞你好 你好 科夫 我们看到伊朗今天就很快地为哈尼亚举行这个葬礼 在伊朗官方的话还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呢 对他的死亡 好的 科夫 那么在葬礼之后 葬礼当中呢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发表讲话 称美国脱不了干系 如果没有美国的协同和合作 以色列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那么同时呢在葬礼之后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呢就对伊朗媒体表示 伊朗一定会采取非常严厉的报复措施 目前正在和地区盟友一起商讨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报仇 同时呢他还说呢这次的报复行动呢可能会采取以以往不同的方式 而且呢会让敌人感到后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他也表示 伊朗将会进行复仇行动 将会很快进行复仇行动 让敌人感到痛苦后悔 而且说呢从此呢 特拉维夫 伊斯兰呢不会有安眠入睡的夜晚 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都在比较关心的是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 那么有伊朗的媒体分析认为呢 就可能会在最近几天一周内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 但是现在要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呢 有两种选项 一种呢就可能是会和伊朗的盟友 在从也门一直到叙利亚到伊拉克到伊朗一起联合来向以色列报复 那么另一种可能呢就是从伊朗本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 但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更多的官方细节 而关于哈尼亚被杀的细节呢 伊朗官方也没有透露 现在有三种说法呢都是不同的媒体报道 一种呢就是说有小型无人机 瞄准了哈尼亚的房间 发射导弹造成他死亡 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 是有人在后山发动发射了短程的火箭弹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 有渗透分子和内奸偷偷的把炸弹 运到了这个他所住的住宅里 但目前伊朗官方还没有跟进消息 也没有更新的消息 科夫 好的 谢谢在德克兰现场的李锐 我们再去到华盛顿 临线宾如 宾如好 科夫好 刚才李锐也说了啊 这个伊朗官方是说 美国肯定参与其中 那么美方对此有什么表态呢 除了说哈尼亚支持 知识死和无关之外 好的 科夫 那么其实呢整个美国政府 无论是白宫美国国务院 我叫大楼表态呢都非常谨慎 他们对于伊朗方面和哈马斯呢 就哈尼亚之死发表的声明 没有做任何评论 也没有透露关于这次暗杀行动的 任何美国可能获悉的细节 那么目前为止 美国方面最明确的表态 就是来自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布林肯就是强调了两点 第一 美国没有参与暗杀行动 第二呢 美国对暗杀行动不知情 那么当然呢伊朗方面呢 刚才李锐已经很明确的表示 伊朗上方面并不买账啊 而且呢建于以色列的和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 之前的密切合作 所以呢很难相信 双方之间呢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 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呢 对于暗杀行动 虽然没有否认 但是呢以色列也没有承认 所以呢在美国国内啊 现在的主流的声音呢 并没有把这个矛头一定说指向以色列 但是呢其实这好像是一个 不言而喻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因为像美联社的报道呢 就直接指出以色列过去 就不说过去吧 就最近的这些暗杀行动 其实呢是有迹可循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去年的10月7号 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以来呢 以色列明确表示 消灭哈马斯就是这场战争的一个 最主要的目的 因此呢哈马斯的领导人 被以色列暗杀的话呢 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呢 也并不是一个意外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次暗杀的一个时间点 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呢 刚刚对美国进行了访问 而且呢内塔尼亚胡 分别与拜登副总统哈里斯 还有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进行了会晤 虽然呢与哈里斯的这个会晤呢 并不是非常的愉快 因为哈里斯呢 当时当面指责了以色列 在加沙这种反人道主义的行为 那么另外呢 就是他与特朗普的会晤 特朗普就表示说 如果自己不胜选的话 那么中东就会爆发大战 甚至可能爆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呢特朗普并没有明确表明 自己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化解中东的危机 但是美国方面就认为 以色列如果是以色列 这次采取的这个暗杀行动 那就是内塔尼亚胡 看准了美国的这样的 在中东的一个权力真空之际 现在呢无暇顾及这么多 所以呢采用了 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 对于伊朗 在伊朗本土呢 进行暗杀行动 科夫 好的 谢谢宾如 我们记得内塔尼亚胡 在见拜登的时候并不是很开心 但是见特朗普那是眉飞色舞 好 我们再来连线 在上海的张楚楚 傅教授 您觉得伊朗真的会 因为这个事情 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吗 我觉得伊朗呢 肯定会有一些 某种形式的报复行动吧 因为这件事情呢 毕竟是发生在 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而且呢又是 伊朗的这个新总统 就职的敏感时间点 所以呢它肯定会有所行动 但我个人的预测呢 是规模会很有限 具体上呢我们当然可以参考 四月份伊朗和以色列 矛盾升级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是伊朗的 驻叙利亚的使领馆人员 遇袭 是他自己的本土的这个人嘛 遇袭 那那个时候呢 伊朗主要是采取了一个 袭击以色列目标 但是呢最后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的这个形势呢 来结束 那么现在目前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对于伊朗来说呢 它是这样 因为伊朗它本身 跟以色列的距离是很远的 那么他们也没有 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 所以呢伊朗呢虽然声音很大 但它其实并不想正面对抗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啊 它这个一直认为 就是说我要让以色列不爽的话 其实长线焦虑呢 比短线作战要好 因为长期的让以色列 陷入一种安全焦虑 让它没有办法 生成一个正常的国家轨迹的话 其实呢它觉得更有利 如果说短期的 一下子突然升级矛盾 而且是升级到了 这个伊朗的本土的话 那么很明显呢 美国是会介入的 所以呢这是不利于 它的国家利益的 那么而且这个事件呢 其实我想对伊朗的影响呢 它关键的问题是在内而不在外 因为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德黑兰 而且呢问题是过于精准了 所以它暴露了伊朗的安保能力 和它的情报能力的漏洞 而且呢它很有可能是存在 信息泄露啊 理应外合啊这些问题的 那么而且今年呢 伊朗是多事之求 1月份开年来 它发生了45年来 最惨重的一个恐怖袭击 然后5月份的时候呢 莱希总统居然还意外坠机了 然后7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哈尼亚参加他总统就职仪式的 这么一个很敏感的事件 你还被杀了 所以暴露出来伊朗内部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可能 他会把重心放在 比如说抓捕伊朗境内的 以色列相关间谍的 等内部这种人上 更不用提这个新总统 上任第一天就遭遇 如此大的羞辱 我们还是有请张苏主教授 再问一个问题 刚才你提到 以色列有安全焦虑 但是感觉以色列是有和平焦虑 每当和平的曙光在线的时候 似乎就在内坦尼亚户这儿熄灭了 感觉是内坦尼亚户 不是那么想要和平 是这样一种看法吗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首先要看到 内坦尼亚户 当然它自己的一个诉求 它是希望能够通过 延长这个战线 然后来给自己谋求 更多的政治生存的空间 因为一直以来 它的口碑 即使是在国内 也有很多人指责它 还有面临各种腐败的问题等等 对 好的 谢谢 好的 我们稍再聊 现在我们会谈谈 教授美兰迪 现在我们镜头回到的是马兰迪教授 来自于德黑兰大学 非常感谢您的参加今天的节目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混乱之后 请问您是否认为 伊朗真的会直接打击以色列 因为在首都哈尼亚遇害身亡 伊朗绝对会直接袭击以色列 以色列政府将会受到严厉的打击 这些报复会非常的强烈 以色列政府将会受到轰炸 包括在以前我们看到在大马士革等地 以色列政府就遭到过类似的报复袭击 而尼塔尼亚湖政府 并不能就简简单单这样侵犯他国的领土主权 这将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环击 所以我想在未来的几天 我们就会看到非常强烈的对以色列的打击 好的 谢谢 谢谢叫什么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你认为 尼塔尼亚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想要什么 尼塔尼亚湖已经失去了一场战争的胜利 他没有能够真正的占领加沙 加沙只是一小块土地 他的屠杀行径导致了数以万计的妇女儿童 以及广大的媒体人士受到了枪害 包括数万名的加沙民众死亡 他在军事上又没有取得胜利 他在边界上同尼巴嫩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 在鸿海问题上也没有解决好 所以说尼塔尼亚湖的唯一办法就是继续扩大战争 那就是要继续去通过谋杀哈尼亚的行为来扩大战争 但是这不会得逞 伊朗将会对其予以还击 将会给予非常严厉的报复打击 那么随着战争的扩大 也其实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但是就符合的尼塔尼亚湖自己的利益 因为他想要继续当以色列的总理 他想要继续掌权 因为一旦他跌落权力的神坛 他就会被投入监狱 但是由于尼塔尼亚湖的政策 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国力变弱了 他被视作被全世界视作是一个野蛮的国家 被视作是一个去违反各种国际惯例 包括宏扎尼巴嫩 宏扎叙利亚 现在又在德黑兰谋杀哈马斯高级官员 所以以色列政府现在跟着更加的弱小了 与之前相比 但是尼塔尼亚湖的利益 并不是以色列政府的利益 他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出于自己的政治生存需要 所以说这场战争并不是关于以色列 而是关于尼塔尼亚湖 是的 没错 利塔尼亚湖今天的所作所为 都是关于他自己 以及关于他身边那些极端主义者 以色列政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屠杀者 而这正是那些非常野蛮的行径 由尼塔尼亚湖所造成的 这是他的战争 是他在摧毁以色列 好的 谢谢您 马兰迪教授 谢谢您 好 我们再去到德黑兰现场的李锐 刚才马兰迪教授说了 伊朗一定会对以色列直接打击 伊朗各界和舆论 对这样的一种态势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的 科夫 今天我们在葬礼的现场 可以感觉到大家非常的气愤 不论从上层 还是从下间的民众 大家都觉得受到了羞辱 对于伊朗来说 他们的自尊心是非常强的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总统的就职典礼的贵宾 第二天早上就遭到了暗杀 对伊朗说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大部分人是非常的气愤 认为伊朗必须要做出回击 而伊朗的官方也认为 这是严重侵犯了伊朗的主权 所以伊朗必须要做出回应 而在严历方面 伊朗的市场也表示了担忧 比如说现在的美元的汇率 在大幅上涨里而在不断的下跌 同时股市也在出现一片红 就是不太好的景象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民众 他们担心如果紧张局势 加剧会导致伊朗经济进一步的萧条 那么他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物价上涨 不过目前来看就是官方还有一些政府的支持者 他们的一致的声音都是认为必须要做出强硬的回应 好的 谢谢李锐 我们再去到华盛顿 宾如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和白宫认为 停火谈判依然值得推进 不知道他的信心从后而来 我们知道现在 伊斯拉已经把谈判对手给消灭了 那么和谈如何进行 美国的信心在哪里 是的 科夫 那么其实白宫昨天在做这番表态的时候 我是认为底气不足了 但是白宫这么说主要是基于两点 第一就是美国目前在中东有派这个谈判代表 在中东持续推进谈判 第二点就是截至昨天白宫表态的时候 他们认为目前在当地的这个谈判工作 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干扰和阻力 因此他们认为第一还可以继续推进谈判 第二他们认为谈判是值得推进的 而且对于拜登来说 他现在已经宣布不会绝助连任了 因此在剩下的大概是六个月的时间内 那么达成中东停火协议 对于拜登来说 将会是他最大的一个外交遗产之一 所以这也是拜登政府 现在外交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 但是就像科夫你刚才提到的 其实每一次这个停火谈判 快要接近尾时的时候 总是会发生意外 这次也是同样如此 那么其实卡塔尔的总理已经很明确表示了 一方的谈判代表暗杀了另外一方的谈判代表 现在这个谈判真的是很难进行 但是美国在其中的这个斡旋作用 美国虽然不是直接谈判方 但是美国现在就是要拉拢塔尔 拉拢中东的这些盟友 希望能够继续推进谈判 但是确实现在留给拜登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那么如果是哈里斯上台的话 相信他会继承拜登的这样的一个中东的一个政策 但是特朗普已经很明确的表示 如果是他上台的话 我们知道特朗普之前任内呢 对于伊朗的这个政策是非常铁腕的 直接就退出了伊核协议 因此呢如果是特朗普上台的话呢 那么相信他的这个中东政策呢 会有一个巨大的调整 因此呢对于现在这个停火谈判 其实白宫的希望并不高 我们知道这个停火谈判的协议是分三步走 白宫目前的目标就是达成六周 第一阶段的这个停火协议 但是即使要达成这一点 现在看来呢也几乎是非常的艰难了 可福 是的 谢谢宾如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再来聊一聊和平还有希望吗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哈马斯林导人在德海兰遇刺身亡 伊朗政府誓言要打击 以色列中东的全面战争 似乎是一触即放 我们有请德海兰大学副校长 穆罕默德·马兰迪教授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马兰迪教授 当我们谈到关于伊朗和伊斯利 之间的战争 这局不仅仅关于这两个国家 而是关于整个地区 乃至全球 请问您对未来局势如何判断 我想以色列政府 目前已经暂停了对屠杀的开展 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这场大屠杀可以说 是首次在全人类的史上直播进行的 在全球的注视下进行的 里面有许多的儿童遭到了屠戮 是在我们知道以色列甚至公开的强奸自己的囚犯 西方社会在支持着以色列的所有的行动 根本就不管不顾以色列的暴行 也不会终结以色列的暴行 不会结束以色列的屠杀 也不会让以色列政府遭到所谓的惩罚 如果说当前的局势继续升级 已经升级了其实 而伊朗的报复行为即将来临 如果说美国做出愚蠢的决定 来去介入这场战争 那么恐怕将会遭受更多的影响 更多的国家 更多那些有着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 都会受到袭击 包括在波斯文那里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如果说美国参与暴力行动 那么美国的军事基地就会遭到打击 包括所有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这些承接军事基地的国家 也会成为敌对方 那么也会受到打击 更加的脆弱 这是美国所了解到的 美国人很知道这一点 所以说不太可能 如果说美国这么愚蠢 去介入或者是去允许地区局势 升级到这样的水平 没有人想看到地区的战争 没有人想看到 只有以色列政府 只有尼塔尼亚胡想看到地区战争爆发 所以说美国应该做的是降温地区局势 来去控制尼塔尼亚胡 把它拽回来 不然的话尼塔尼亚胡很有可能 就会成为唯一一个 为了把自己利益而发动战争的人 好的 谢谢你马拉雷教授 我们再去到上海现场 张主持教授 您觉得美国会深度介入将来 伊朗和以色列可能的冲突吗 首先我个人认为 以色列跟伊朗之间 不大会发生特别严重的正面对抗 当然会有一个小幅的上升 那么所以未来就是说 对于美国来说 其实它当然会 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升级的话 它会有一些行动 那么当然它的行动方式也很多了 比如说它本来就在制裁伊朗 它会加码这个经济制裁 然后它会加大对于 以色列的援助力度 包括源源不断地去输送武器 还有金钱 那么还有就是它很有可能 会让航母舰队进入地中海 其实原来它就已经派航母舰队 进入了以色列附近的水域 目的其实并不是针对哈马斯去的 因为对哈马斯 其实用不太上军舰一类的设施了 那么主要还是为了去威慑伊朗 那么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伊朗是有所顾忌的 好的 非常感谢张罗主教授 也感谢Professor Mirandi 感谢我们前方的几位同事 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她的黑夜晚白天 灯不能省眠 灰色的人间 别交换吧日夜 冰凤的眼泪 一滴就寒险 白色暮光的密信片 她无声无色无言 翻过山巅跟我伴归脸 在黑夜和白天 冰冰往前 听不到九月 命运太疯癫 每一眨眼都很炫 那对你光中的黑眼 也飞过去老远 等你再见